盘中的领股交易 我知道很多小资组等很久了 之前是这个盘后才可以交易 现在鼓励大家 这个小资组可以热烈的 这个前进股市 所以盘中可以领股交易 那么待会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 当然我们常常说 投资股票就是要赚价差 然后还要领股息 今天再多一个 还要再领纪念品 我承认我很懒 我常常都没去领 没想到这个有人靠 领纪念品可以年收入百万 我们的小富爸爸 大概跟大家讲 他的秘诀是什么 怎么办到的 好我们先讲一下领股交易 10月26号新制度庆隆 对新制度的差异 其实在哪边 其实就是现在目前的制度 其实是盘后才能进行领股交易 那盘后领股交易的时间点 其实就是1点40分到4点半 然后到2点半 然后2点半的时候 再一次撮合 那看谁出的价格比较好 他就会成交 那新的10月26号上路就是 你交易的时间 就可以从9点一直交易到1点半 然后你每3分钟可以去撮合一次 然后价格优先 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举例来讲 不知道庆有没有去看过棒球 有 在棒球场上坐在内野 跟坐在外野的感觉 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啊 坐在内野感觉 比较容易被打到 比较能够感受到 那个球场的热练 因为你离球员比较近 跟拉拉队比较近 对跟拉拉队很近 拉拉队那边跳来跳去的时候 你就感觉你跟球场的 那个气氛是比较连接的 那坐在外野呢 外野就感觉离自己很遥远嘛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的领股交易 其实就是在外野 坐在外野 就是所有的那个 想要领股交易的人 因为他是1点半 2点半以后才会去撮合成这样 温市场 大家都走了 就觉得离那个市场 那个热络的程度 跟那个差距太远了 但是心智啊 就是你就让你坐进到内野去了 每天就在看 拉拉队在这种表演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因为大家买股票嘛 买股票很多的小资族 他们有这么多的钱 所以他可能只能去买个领股 那买领股过程中 如果你又不能在盘中交易 其实就会影响到这个市场 那种参与度的感觉 OK好 那什么样前进去买这个领股呢 这样子算起来 400多块就可以买台积电了 对啊 这个像目前其实 可以参与所有的行情了 盘中热烈参与了 这张图其实是前几天 台股中比较热门的一个领股嘛 其实大多数的领股 其实都还是蛮高价的 其实大家都是听过 像台积电是第一名 然后大立光是第二名 然后联发科鸿海 这领股交易排行榜啊 对领股交易排行榜 按照金额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都还是 那另外有一些 大家会比较喜欢去买一些低价股嘛 像国产啊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中华电信啊 还有国具等等 那另外如果是按照股数来看的话 可以明显 因为金额的话 应该是股票价格越贵 所以他排名会越高 那按照股数的话 应该可以感受到 领股大多数的投资人 是比较喜欢哪一种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有一个族群 是很多人爱的 就是金融股族群 里面包含了玉山金 第一金 和库金跟华南金 全部都在热门的领股中 慢慢存 存到一张这样子 就因为很多人鼓励 就是要存金融股嘛 那全融股一张买不起 我就买领股 所以看起来其实 金融股的这个领股的交易 然后领股的存法 还有让整个电子股的一些 目前代表的全资股 确实地获得 很多人的青睐 那如果我们定期定额 买领股 绩效会是怎么样 这个听起来 就马上就马上见证账了 我帮大家稍微统计一下 就是最近三年 如果你是定时定额的 去买上述的这些热门股 其实你会呈现出 什么样子的绩效结果 那以台积电来讲 其实台积电 如果你假设你每个月 大概六号的时候 我就花三千块 是定时定额的去买台积电 三千块你当然 没有办法买台积电一张 你只能买到领股嘛 所以你这样三年下来 你大概总成本会花了 十万三千一百二十七 那到目前为止的总市值 是十八万九千块 所以你公司赚了83% 这个非常高的效益 总是基金都没有这么好 对啊但是重点是你要 选对领股啊 选到台积电有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里面有绿色的 就鸿海嘛 鸿海他如果每个月定时定额 去买鸿海的话 到目前为止啊 你的绩效是负得1.73% 所以其实那个即使是领股 还是有些差别 那联发科的绩效是最好的 联发科用定时定额去买进 到目前为止的绩效报酬来到125% 这个是连股息嘛 凑成一张股息就算 对全部都是这样定时定额 然后以照目前的市值去算 那很多人喜欢的这个ETF 像台湾50%0050% 那你每个月六号 你是定时定额去买 三千块左右的这个0050%的零股 那到目前为止 你累积的报酬率是32.67% 那近很多投资人喜欢的金融股 其实玉山金报酬率是31% 所以大家不要看 最近的金融股好像表现很差 那你时间拉长 你定时定额去买 其实还是有不错的表现 比如说今年股价除完息之后 跌幅最深的前三名的 就有一档股票叫第一金 但是你定时定额去买它 你看从这三年每个月六号 就定时定额三千块去买 到目前为止 你还是可以正报酬 即使今年的股价表现不太好 但是你时间一拉长 其实你还是可以创造出正的报酬 近三年9.28% 还是比把钱放在银行地主要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我是蛮鼓励一般的小资组 其实你勇敢的跨出那一步 跨出那一步之后 你还一开始还没有这么多投资的技巧的时候 没关系 你就定时定额去买你心中的基优股 在这过程中 你不知不觉就可以慢慢累积到你的人生的第一桶金 基少成多 陈英格你的零股怎么做的 我的零股基本上有几个原则 也就是说虽然大家会锁定几个标的 但是我认为在投资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口诀跟大家来做参考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叫做三要一配置 什么意思呢 体质要选好的 因为你如果零股买买买 买了放了五年十年之后 结果你发现比如说不小心买到华颖 哇那就心情就很差了 零股一样要选股 零股也会下市 第二的话是前景要有 比如说买到退休的时候 结果你发现说你买的产业 或者是这家企业的话 他的整个产业已经往下走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缺乏了一个股价 维持在高档的力道 第三的话基期要低 为什么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 我每个月能够存的钱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说他的股价是往上涨 或者是说他的股价在相对的高档 你买到的股数会少 零股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 前景也不错 公司也很好 但是他现在正好比较没有涨 那你同样的钱 你在低档能够买到的股数的话 会比较多 几年后有一天当他开始他的涨幅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从容的去做收获了 那么第四个的话 要建议大家要做这个资产配置 那么原因的话是这样 当我们大家想说买基金买ETF都资产配置 什么买零股要资产配置 原因的话是这样 因为如果我们选单一的公司或单一的产业 我认为会有风险 所以在投资的时候我会建议 比如说电子也挑一档 传产也挑一档 金融股也挑一档 那么至少有三档 然后哪一档比较相对有机会就买哪一档 这个领股比较容易 你看我们今天是4000块可以买174档 4000块就可以配置100多档了 ok好 要来问这个小富爸爸 我刚刚讲4000块买174档就是你 这是刚刚开始起手势 现在听说买到700多档股票了 花多少钱 现在大概不到25000块 不到25000 700多档 但是只有各买一股 各买一股部分是这样子 ok 那你看这个你买领股这么有建议 你怎么看这次的领股新制度 其实领股这次的这个盘中交易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说一般的小资组 现在可以开始去购买高价股 就是高价股的部分 这个是最大的优势 那在刚才提到就是说 欣同科提到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进到那个场内 去玩这场游戏 也就是说你这个撮合的机制次数 比以往的多很多 以往一天只有一次机会 对就是说我只能够一次价格挂出去 但是我可能有成交的时候就是用什么 就是当天1点35分收盘的那个价位 对 对那是一个部分 但是现在开始 就看命运的安排 对命运的安排 对他能不能眷顾你能不能成交 但是那个挂单还是有些技巧 对你只要挂得好的话 你还是都买得到 哦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都挂涨停 基本上是这样 那心智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两分钟来算的话 你可能会135次的撮合机会 但如果是现在讲一般都谈到三分钟的部分 大概会有90次的撮合机会 所以相对来说呢 你有机会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去买普通股来卖零股 可以两边来做交易 但这有点技术上的问题 买普通股去卖零股 这样的好处是 就赚价差 因为那个一般来说呢 就是零股的单价会高一点点 对那我可能在大力光 比如说我现在买一张大力光好了 可是我来到零股的盘东交易市场 我可能是大户 因为我可以切成1000股卖 但是如果在普通股呢 我可能只能安安静静的等候大家的拆检 还是欺负那个没有钱的人 没有钱的没办法买一张大力股 应该是照顾啦 分享给大家 创造交易机会 接穷继富 不这样 所以这次 这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机会啦 就对零股的投资人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盘东交易 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 OK 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